各位好 Fly的奎雄 今天來嘗試一個完全新的方式 就是從我們以前到現在 我以前所知道的觀念 像穿越、色彩、明度 那這些的綜合 到現在增加了更多的塊狀、條狀 以及濕狀的部分 還有我們用一個條狀來做定位的這部分 然後我們再把它加回來 我之所以挑這樣的已經完成的作品 我可以很快跳到這個地方 當然雖然我們沒有照片做參考 但是也是一個好處 就是你必須完全用觀念來改造這張照片 就把它當作一張照片來改進 好 我們來試試看 所以我們要用刮刀來把一些厚土的這種去除掉 然後這個是一個色彩區 然後我做了一個條狀的 條狀的部分 我利用 充分利用這個270度的這種旋轉筆的這種 不同的 的筆觸 來去創造出未來暗面裡面 你可能可以埋進去的亮面 那因為剛才刮刀刮過了 所以它額外的多了一些筆觸出來 就刀觸了 那這個我們就可以運用在很多地方 各位可以看到我用的亮面 我們把它縮小了 剛才原來的亮面 它的面積比較大一點 現在比較變小 目的就是我要維持這個 大概各一半的這種明度的張力 在使得它的交界上 它的力量會更聚集在一起 各位剛看到的 我是用一個不規則的筆觸 那這種是旋轉我的筆 這個筆呢 一旋轉以後 你會看到它在周遭 它有一個不規則的 條絲狀的筆觸 那中間呢 再用平圖 所以它這個空間呢 就形成一個光線 從裡面穿越出來的一個現象 製作完這種比較細的條狀以後 我們就需要在這邊放一個塊狀 那這個塊狀呢 我需要它比較乾的筆觸 所以在這裡呢 我們需要稍微把原料帶開一下 讓這裡的原料呢 稍微乾一點點 好我們刮掉的這些原料呢 就是目前我們要放 塊狀 小型塊狀的一個筆觸 那這些塊狀幹什麼用呢 各位看到 我們現在放這樣的話 你不會覺得這裡上面是水 所以我們要去創造 這種塊狀的水流的感覺 所以它有一定的筆觸 我們來創造它的水流 而且這個水流要跟背景 非常容易結合在一起 比如說這種平面的延伸 跟這個平面的延伸 它的透視的角度應該是一樣 最後這樣子的 我們做了塊狀跟物狀以後 我們要把這個條塊狀再補回去 那只是局部的 好比說 我決定這個空間 它是 我們像吐司麵包這種切片的空間 這時候我就會找幾個點 類似像這樣 那它的明度非常暗 然後一點點的暖色 讓它有一點凹陷的感覺 千萬不要做得太大 然後如果你沾到底色的話 記得要再拿回來 再補充你的原來的顏色 否則的話 它的空間就不能做成這樣子 最後呢 我們用一個畫刀 把剛才厚塗 然後顏料已經吸附到這個畫布上面的 我們做一個把它壓平 變成一個平圖的一個處理 那我們知道Edge裡面 在 快條線濕點物裡面 最後一個其實它有一個平 平的東西它就是平圖 平圖呢 使得這個空間變得最遠 所以它就會形成一個 屋狀區後面還有一個最遠的地方 好 2021年8月 好我們下次再聊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